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無聊生活紀錄人這個頻道 這次就是教大家如何出停車場 在我第一次拍的影片的時候 就有很簡單的跟大家說 然後自然要出停車場 但就沒有怎樣去看位置或者要注意的東西 希望這次這條影片就多了少少東西給大家 就幫到大家 這個停車場就未去到地獄那些停車場 但相對的位置都比較窄 大家看到我現在的車和前面的白色車 其實相對都比較近 我們一出車的時候 大概過了我自己的車的第一個車門左右 就會拿到油軚 你看到我右下角那邊的玻璃的時候 其實駕駛出去的時候都很貼在左邊 因為這樣可以一手帶出去 在我們出停車場的時候 就小心拍在這裡的車頭 跟我們自己的車頭會不會很近 如果很近的時候 就回一回回 拿車頭出一點 過了之後 然後我會現在在這個停車場 因為我們要轉油彎 就好像之前這樣說 就拿到左邊 較左一點 就可以盡量做到一手帶 可以出到它的停車場 這樣 我現在也是用正常的速度 給大家看一次我們是怎樣出到這個停車場 我們現在就落到樓下 到我們現在的車位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我們右邊那邊是下層的出口位 即是我們要出的時候 要看看右邊的時候 會不會突然有車在衝出來 但它又沒有停 看完右邊 就看左邊那邊 有眼鏡是拿來做什麼 其實是拿來看看外面的車 要入停車場的時候 大家會有機會撞的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就會順便看看右眼鏡 外面有沒有車要轉進來 如果有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我們轉出去之前 都要看一看眼鏡 好了 現在再重新去 重找一次我們的偷位和看位 其實我們一開始 現在看到我停了這一格 就是我的車已經在左邊 比較左一點的時候 看到第一條柱我們過了 就馬上拿好右軚 拿好右軚之後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柱上面有人撞過的痕跡 在這個時候 大家一定要再看一次 自己的車頭 是夠不夠位 如果不夠位的情況下 就自己進入後波 後再回軚 後再回軚 後再進入D波 馬上拿回軚 然後轉進去 自己的位置 如果假設第一次 抽不到出去 再重複幾次 我們現在出去的時候 記得要看左右兩邊 右邊也會有輛車 出回大路那邊 所以出場的時候 一定要左右兩邊看 之後就直接開出去 要果斷一點 有時候開車 不要太自由 再提一提大家 假設後面也有輛車 趕著出去的時候 它不斷向你安安 都盡量做好自己 不要因為它向安 然後一心急 然後就砍化了自己的車 到時候都比較麻煩 所以我自己出停車場 就會遇到大約10至15分鐘時間 讓自己離開 或者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都不會過多一個小時的停車場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集的分享 如果你們喜歡這一集 就不妨給個讚 如果你想繼續看我更多的影片 以及繼續支持我的話 就歡迎訂閱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